欢迎收看这期的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 5月14日人民日报罕见的整版谈论政改 有人认为这是温家宝的改革派占了上风 但也有分析指出这些文章旨在论政改革 已经在进展和深化的推进之中 而对未来的改革的举措语焉不详 同时这些评论文章还强调了坚持党的领导 和绝不照搬西方的模式 有评论认为这些观点与温家宝所提倡的政改言论 内容迥异 究竟如何分析和解读人民日报的政改言论 那么这是否预示着中共高层内斗的加剧 围绕着这一系列相关话题 我们将和观众朋友展开讨论 您现在收看的是热点互动的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人民日报歪谈正改叫板温家宝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46-519-2879参与讨论或发表您的见解 同时您也可以通过Skype与我们语音或文字互动 Skype的ID是RDHD2008 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 400-670-1668 接通之后再播899-116-0297 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网络及时的收看 收看的网址是www.ntdtv.com 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通过爱博电视 及时的收看而无需翻墙软件 爱博电视的下载方式有 第一个可以通过动态网或是无界网等翻墙软件 登陆到ippotv.com下载该软件 那么另外一种方式您可以通过海外的电子邮箱 Gmail或者是hotmail 向ippotv2011atgmail.com发送一封邮件 邮件的标题是1234 您就可以收到最新的爱博电视软件 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 来及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该电话的号码是832-551-5015 如果您是用iPhone或者是iPad 或者是Android的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的话 您可以下载INTD来及时的收看我们的节目 好了我们先介绍一下 今天在现场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政论家陈慕宏先生 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员竹雪叶博士 好今天我们探导的话题可以说 就是5月14号的时候 人民日报可以说利用一个整版的 整幅的版面来谈这样的一个正感 究竟在谈了一些什么内容 我想听听两位怎么样介绍一下 对他这个文章是整版 他中间放了个大标题 叫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 左右里面各放了两个小方块 左边放的叫权力保障 右边放的是权力制约 在下面就有六个小分块的文章 这个六个分块就分别讲什么 一个是讲基层的自治 讲的是三委并行 就所谓的村委会党委会和监委会并行 然后接下来他讲的是 人大代表的选举 说是城乡同票同筹 同票同权 再一个小标题讲的是 就是所谓公开的开门立法 就是讲听证会制度 再接下来他讲了一个叫什么呢 叫信息公开从三公费用窃注 再接下来就讲了就是说 他这个公务员制度 公务员管理制度所谓日政陈述 最后他就列举了说 所谓的十六大一代 所谓中共十六大一代 政治体制改革大事迹 大概就是这么一篇 这么一个内容 那这里边呢有一个 好像有这样一个特点 这个虽然是整版的 这个多篇文章来谈论这个政改 但是呢所谈的呢 都是在指在这个验证的辩解 这个政改呢 已经是稳步在推进之中 那么过去三十年 已经取得了如此 这样这样这样的 那样的这个成绩或者进展 那么对未来的改革的举措呢 似乎语言不详 那么这说明什么 究竟未来的这个十八大 还是否会政改 我不知道两位有什么解读 我觉得从他这一篇文章来看 确实没有看到说 对以后中共想怎么改 没有任何的这个提及 相反呢 好像是因为最近可能是不同的人 包括中共内部的人提到政改 可能次数很多 也许就在国内国际影响很大 所以中共我觉得这个时候 把这样的一个大块头的文章 发出来有点辩解的味道 意思是从这个文章看 辩解的意思就是说 已经稳步这个进展了 已经改了很多了 那么至于说要不要改 他没有去下结论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篇文章呢 反映出这个民间也好 官方也好 那么对中共这很多年 只是注重所谓的经济发展 而把这个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呢 这个完全压后 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不满 那么表现出来了 我觉得这是中共有点就是说 一种对外界的一种反应吧 我觉得很难说它是一个改革的姿态 相反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好像拒绝改革的味道 那有这样两种分析 目前针对这样的文章 一种是认为这样通篇的 这个是第一次呢 这个在人民日报的这个整版的发表正改 认为呢 可能是这个温家宝所代表的这个改革派呢 取得了上风 那么胡锦涛呢 也对改革呢 进行了一个充分的肯定 那么另外一种解读呢 分析呢 就是说具体在看到里面的这个 各种文章的这个字词的时候呢 似乎里边所强调的 与温家宝所倡导的政治改革呢 极为不符 那么就怀疑这些文章的出处和具体怎么做 那么我们就不妨看一下里面的一些具体的 一些他的说法和条款 我们再来最终分析一下 究竟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看到呢 第一次有一篇文章叫做政治文 他所写的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 他呢说到了这个从党的领导体制 逐步规范化制度化 到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这个实践 大道过府的推动的这个机构改革 那么他里面也提到了这个 成就的时候提出废除领导干部的职务终身制 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 到实行这个基层的群众自治 那么到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 人大代表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他把这些都看成是改革的成就 您两位有什么样的分析和解读 这个文章啊 自称说中共三十多年来 政治改革一直在进行 事实上我们知道在1986年之前 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语言都没有上过 中共的舆论喉舌 但是八六学朝之后才有这么一个名词出现 所以他说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一开始 就在政治体制改革 这个是站不住脚 另外他举了一些例子 他还说取得了重大进展 他就举了一些例子 这个例子是什么 比如说第一个 他说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 这是华国锋时代就已经实现并落实的东西 到现在又拉出来炒冷饭 与其说是谈进展 不如说是原地踏步 然后他又举例说刚才讲的第二点 说是比如说城乡同票同权的选举 这个城乡所谓同票同权 这反而就是证明共产党过去在长期的历史上 歧视农民歧视农村 给农民不同的权利 而最后所谓的同票同权 在选这个人大代表的时候 我们看到尤其是去年和今年 独立和参选人越来越多 但是对独立参选的打压越来越大 也就是说所谓选举人大代表本来就是一纸空文 然后他又提到举了很多例 他觉得公务员制度正常有什么建设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公务员制度有目共睹的是 公务员制度既没有体现一个 所谓为人民服务的 共产的一个共产主义的一个所谓的原先的一个提法 但是也没有建成一个高薪养联的现代管理模式 现在的中共公务员制度就等实际上是腐败的代名词 因为现在凡是中国人都想削尖的脑袋往里面走 为什么想往里面走呢 因为进去之后又是辞贺公款辞贺 又是买官卖官行贿受贿 官官相护 想不尽的好处捞不尽的油水 所以这样一个所谓公务员制度 明明就是个腐败的代名词 太好意思拿出来说是一个政治改革 所以说这篇文章他主要讲的是 就像刚才朱博士讲的 他说对民间政改的一个回应 政改呼声的回应 也是对民间说他政改停滞的一个自我辩解 但这种辩解是如此的苍白 因为他讲的是过去30年做了什么 没有讲将来要做什么 而在温家宝提的词都是 我们必须我们将要什么什么 也就是说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权力斗争 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讲 就是说他实际上讲的调子 跟温家宝前段时间讲的调子 非常的不同调 好的那么这文章里面 也有一个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在短短30多年间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成为国际舞台上有影响力的大国 外界盛赞中国的速度 中国的奇迹 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强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的生动证明 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的生动证明 不知道两位有什么见解 我觉得近些年来 中共一直用经济发展 来给自己找一个执政的合法性 就是说不管社会问题多么严重 不管民间的疾苦 怎么样得不到反应 但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在转动 在发展 在这种状态之下 他就说你看这个还是整个是好的 因为经济在发展 但是我们都知道 谁都知道 一个社会的发展 它不仅仅是经济发展 如果说经济发展的话 那么二战之前 那个德国发展是最快的 那么大家都知道 那个后果并不是人们所需要的 那么再说一个社会 是否稳定 民众是不是满意幸福 还不完全用经济来决定 何况在中国这么多年的 经济发展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 是这种一种破坏性的 一个掠夺性的 一个是不管只剩后代死活的 这种一个短期的这种 一种行为 造成的后果可能是难以恢复的 所以这个本身 我当初碰见一个人民日报的 不是新华社的一个记者 他也是用这种论调 我大概几句话我就问他 我说对 你说的发展是摆在那的 但是你会发现 这样的发展是持续不下去的 而且造成的问题是以后 永远解决不了的 污染 社会环境 道德 教育 这个读的这个 读的那个 这个恰恰是 不顾质量的发展所带来的后果 所以这样给中华民族 带来的灾难是无穷无尽的 所以与其说经济这样的发展 是它的政绩执政 合法性的一个表现的话 不如说这是中华民族 被破坏殆尽的一个表现 我补充一句 他能用经济建设 说中国30多年成为 第二号经济大国 你要表现线性制度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他这样证明的 表现他的政治体制是合理的 这个说法首先 就跟刚才竹博士谈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 经济发展中有多少的弊端 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造成的 其实还有另一点 政治和经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 他把经济上的所谓发展 来当成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成就 完全是风马就不想急的 好的 那我们这里边也有一个另外一个提法 就是说 他说到文章中说到 人民民主权力得到充分的保障 他举个例子就是 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 已经写入了中国的宪法 不知道两位怎么样解释 他这个刚才我讲了 人大代表选举是一纸空文 而他里面最 这里面这个文章中最大的忽悠 和最大的一个就是这个一纸空文的就是所谓的2004年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 写进了又怎么样呢 这个政府是列了一条干瘪的空洞的但是却拒绝执行的一个法律宪法法律条文 这个我们有没有共读 这个写进了去到之后 从2004年以来 我们看到中国的人权是不禁反退 人权灾难比比皆是 到天天上演 近的可以看到陈光寺的案子 这个中期也可以看到这个高智深的案子 再远期可以看到法轮功和民运人士的案子 所以从这些绝对来看 这个全世界都知道 中国的人权基督是臭名昭著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拿一纸空文 拿一句空话来唐塞老百姓 莫非是把全中国老百姓当成什么鱼痴罢了 对 我觉得这个近几年来 这个每年这个大规模群众的维权事件 这个数量 几何几数攀升 这个东西我们其实不管你有多少条文 不管你做了所谓的这个纸面上 写了多少进展 社会的现状摆在那的 那么这些人的冤屈没有办法声张 他的权利没有办法得到保证 而且这并不是个别人 是一些群体数以百万计的这种 是一千万计的人群 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视而不见 然后在这里面说已经写进宪法了 那么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说得好听 根本做的就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例证 我倒觉得其实不把它写进去 即使是按照这个修改之前的宪法 如果真正能够实现说 真正老百姓可以当家做主 如果真的能实现这一条 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社会问题 所以我觉得一个社会发展不在于说什么 不在于写了什么 关键在于这一个执政者 是不是真的能够把这个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那么一切就好办 说起这个写进宪法能不能执行 我这些想起了这个2010年的时候 10月12日 2010年10月的时候 这个亚洲周刊登载了说 中共的一些老人 从毛泽东的秘书李锐 到前人民日报的这个老总的胡基伟 等23人发起了 就发表了一个公开信 力挺温家宝推动政改 要求执行宪法第35条 那么就是废除这个预审制 然后呢就是兑现公民的这个言论 出版自由在宪法里面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两位有什么样的解决 中共的这个宪法 第二章第三十五条规定 公民有集会 接受游行示威这些权利 结果这个在1989年 公民就去实现了 结果实现了之后呢 中共使用屠刀和这个坦克机关枪镇压 血流成河 结果中共马上就通过了一个 这个所谓游行示威集会法 实际上就他就通一个 通过另一条法 因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 宪法已经说你有这个权利 但他通过一个另外一个法规 来推翻了宪法 本来宪法是最高的 是根本大法 别的法律 发生抵触的时候 必须以宪法为准 但是中共把它搞反了 就是说现在它离了一个 集会游行示威法之后呢 这个跟宪法发生冲突的时候 它以小的法律为准 是以这个党的这个加规为准 所以它这个完全颠倒了 就是中共的宪法 它这里面讲的所谓依法治国 我们看到在共产党内 从来没有依法治国可言 如果他真的依法治国的话 陈光诚不会说 这个刑满之后 还要受到什么 整个称的地痞流氓 警匪围困和监控 还有其他什么 像高晨被失踪 还有刘晓波阴言和罪等等 所以这些事情 就根本不可能存在 这些事情的存在 现在这个东西股 已经是搬到了朝阳医院 对对对 就这些事情发生 就说明他根本从来没有考虑 拿宪法办事 因为他搬不出一条法律条文 是要对陈光诚进行 这样的监控 哪怕是共产党的法律条文 他也拿不出一条来 对其实共产党的法律 应该说这么多年 确实建设了很多了 已经是立了法了 立了很多了 但是你要真实按 任何一条法律去抠的话 那么凡是保障 民间老百姓的权利的那些法律 一旦被侵犯了之后 你几乎没有办法 像维权的事件 不断的高涨 它就是这样的 就是按法律 应该不出现这样的问题 你依法办事 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但是你就是这样 像刚才曾经讲的 这个像集会 以信仰 这个出版自由的问题 你现在这个圣经 读圣经不在 它指定的地方 读可能就有问题 你法轮功 你连谈都不能谈 这别说 你去可以自由的信仰 那么这些本身 它都是已经公开的 在国际上 就是视破脸皮的 违反它制定的法律了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文章中 它还讲如何如何 所以我觉得这个文章本身 也是共产党 自曝其丑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刚才 在这个文章中提到 基层群众自治三委并行 那么他举出了 后浙江武艺县白阳街 到后城村村务管理 他用这个例子来代表了 基层群众自治的进步 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 人民日报的整版文章 一个就很大的毛病就在这里 他在谈他的所谓 政改成就的时候 他是举些很小的例子 来说他有政改成就 他举这个例子 举这个所谓的浙江一个叫 后城村 一个村务管理 所实现的三委并行 什么党委会 村委会和监委会 那我们有时间关系 我们稍微要休息一下 进行广告 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 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人民日报歪谈政改 叫板温家宝 那么究竟这篇文章 是温家宝的胜利 还是与温家宝所提倡的政改不同 而是叫板温家宝 我们下一节将继续为您分析 先进一条广告 大家不要走开 好观众朋友 欢迎您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 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人民日报歪谈政改 叫板温家宝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46-519-2879 参与讨论 或发表您的见解 那我们继续刚才讨论 好继续请陈佑当代分析 他说了这个农村三委并行 党委会 村委会和监委会并行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个所谓的并行 党委会是领导一切的 党委会不仅要领导村委会 而且领导监委会 就监督他的机构 他去领导他 你怎么让他监督呢 这是一个问题 而他提到的村民自治三委并行 本身说明了还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好 你基层能够自治 能够选举 你高层为什么不能自治选举 因为你以前说 中国人数字很差 数字很差 不能搞民族 你说农村是数字最差的 你都给他等搞民族四年田 你高层数字不是很好吗 大学 城市 特别中南海里面 不是数字很高吗 各个都有大学学历 硕士 博士 是不是更应该搞选举 这是一个悖论 另外一个悖论就是说 他讲农村这些基层建制 根本不是县政府 或者是江泽民 任何他们的成就 是赵紫阳时代 1987年就确定了 这个农村基层自治 这么一个制度 他们只不过是缘习下来而已 但是他们不仅把赵紫阳的衣钵 给缘习下来 但是对人家的名字 知之不提 还说是十六大以来的 政治体制改革 就把前面的十五大 十四大跟乔石有关的不提 再把前面的十三大 赵紫阳主导的 十二大 胡耀邦主导的 这些都只不提 把以前胡耀邦 赵紫阳所做的政改 那个真正有政改 什么党政分开 什么这些东西 有监督这样的一些 遗留的东西 把他们全部算到自己的账上 算到这个江泽民时代 胡锦涛时代的账上 这个是完全对前面的改革 这不公平 而且是后面这些人 给自己脸上涂脂抹粉 而且我觉得 刚才陈先生讲的这些事情 就是上一点年纪的观众 可能都知道 但是有一点 可能大家如果去对到 之前陈先生讲的那些 所谓基层的一些改革 你就会发现 现在的这些选举 是掺了很多水分的 比当初就差了很多了 在我的印象中 像前一段时间 乌坎事件一样 如果基层可以自由选举的话 那么老百姓 早就把那个村委会罢免了 早就把那个基层的党支部罢免了 可是他就是罢免不了 最后搞成那么样的一个阵仗 成了一个国际事件 由省委去介入 去干涉他的基层选举 这就说明这种所谓的 基层的这种三委 并行 他的并没有在法律上 在制度上得以保证 并不是说就能够很顺畅地实施 所以才会导致基层的官员 和这个县镇以及的这个官员 坑洩一气 这个倒卖土地 这个强拆 才会成熟不穷 所以我觉得 在中共这个体制下 你会发现 有些制度谈起来 会很有逃处 很有道理 但是执行起来 因为中共在整个大的体制之下 它无法无天 所以任何好的东西都会变质 最后变成了 你听起来就像笑话一样 难以实施 好的 我们接一下观众朋友的电话 北京的宁先生 宁先生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就是我谈两点 就是中共最大的实力 就是撒谎 人民日报谈政杆 就是在那撒谎 这个中共的历史 就是谎言实 共和国的历史也是谎言实 中共不光 变全世界 还变国内老百姓 人民日报谈政杆 就是撒谎 第二点 除了这个制度 什么样的原因 我不得不谈 分家保 这个个人能力 就是我小时候 我上学的时候啊 就是数学不好 老师啊 就工作我努力 结果我努力完了 我数学还不好 所以说我就知道 这世界上有些事 你努力了 你也做不好 因为你就不是干那个的料 因为温家保啊 就把中国经济 房地产 绑架中国经济 扫着一团糟 所以温家保啊 他是自北洋政府以来 中国最无能的东西 所以他不光经济搞不好 他的政改啊 也是忽言大化 就是说他不论怎么做啊 这个人能力太差 温家保就跟我学术 学似的 他怎么努力啊 他也做不好 就是当然还有制度层面的原因 就是大家别对温家保啊 太寄予什么希望啊 他没用 他经济搞垮了 所以他才更改啊 喊两分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您先生 我们在接位观众朋友电话 纽约的罗先生 罗先生您好 好 我想讲一点啊 就是说刚才讲到 这个法治的问题 法治呢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立法 一方面是执法 中共的立法的过程 本身就是非法的 立法者根本没有民意基础 立法者根本不来源于 人民立的法为谁所立呢 不是儿戏吗 执法就更不用说了 美国是因为有法治国家 上有这样良知的人 他的道德能够有这样 比较自体又比较高的 很难得了 这位先生有多少 良知我就不知道 在中国这样的困难的情况下 现在能够有体制的 应当要 上下一起努力 不要去毁谤 问家宝 谢谢 好 谢谢罗先生 我们再接一位观众朋友电话 加拿大的马先生 马先生你好 陈伯伦好 这个朱博士好 主持人好 我呢这样的 我一直在说 这个中共那个政改 在他脑子里面 那个政改的那个概念 就政改下面那个内容 跟我们想的完全是两样的 他就是说 我去那个政法委 或者他所谓的政改是这个 我们是要人民当家做主 最关键这个 这个他是绝对不会 他想都不会去想的 这是我说第一点 第二点呢 现在中共呢 已经这个 我认为已经是崩溃 已经解体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一个统一目标的 原来过去呢 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 四个现代化 奥运啊 世博什么的 现在都没有了 没有就一盘散沙了 但是呢 他在自上而下呢 他从设计开始 就先天性不足 就是一言堂 一个任何一个单位 只有一个人说了算 这样的一个社会 在人类历史五千年 也是非常罕见的 一言堂 一个人说了算 这样的一个设计 所以他出现 大大小小这些矛盾 非常不奇怪 这是必然会出现的事情 因为他那个维稳 那个系统 越维越不稳 是因为他是正反馈系统 所以他 他就是 所以他必然会 最后走向了一个爆炸 那另外呢 这个中共呢 继续一定会 进行他的伟光正工程 所谓伟光正工程 就是他的面子工程 和形象工程 所以我们这个 呃 我们老百姓和人民呢 不要对中共 有什么希望 都要进行 好 谢谢 谢谢马先生 我们明白您的意思了 我们再接位观众朋友 电话 纽约的王先生 王先生 你好 你们大家好 这个这个这个人民预报 这个这个 胡说八道这个 他说他们已经有改 你看看 你看看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薄熙来 薄熙来在重庆 所有的报纸 只能登他的消息 什么消息都不可以登 所有的电台 只能登 这个这个薄熙来 今天讲了什么 就就跟当年毛泽东一样 所有的报纸 只能登毛泽东讲什么 今天薄熙来在重庆 所有的报纸 所有的电台 只能登 薄熙来讲什么 什么人都不登 连附近老讲话 他都不登 你看这样的一个 一个地方的官员 有那么样的专制 你你你改什么了 你什么都没有改 你你什么人都可以 搞一个特别专制 不但是 所有的报纸 所有的电台 不可以放广告 你看到没有 这就把这些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些报纸 电台电台的人 就给他 好容易给他掐死了 你没关系 就没有钱了 没有钱就靠 靠大 他就叫你做什么 你就得做什么 你不做就马上 你连饭都没有吃 你看这么样的专制 住台的政府 他现在还在搞这一道 所以要改 第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人民有发言权 报纸是四人办 不要国家办 对 你你这个中共才有办法 否则对吧 没有办法 好的 谢谢王先生 我们再接一位 大陆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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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 我们既要看到 中共的这种 独裁专制的这种体制 但是也要看到 一些党内的 一些积极的因素 比如最近汪洋的 这个表现 就是可全可敛 他在这一次的 党的省委会议上 提出要破除 人民幸福 是党和政府 恩赐的国无认识 所以我认为 就是说 面对这种党内改革的事情 我们也要给予 一些积极的 一些回应 另外对于 这个保守派的 这个特别是 这个主要代表 周永康 恩 我注意到 就是说 在09年的时候 大陆的 有一个新浪网 的一个博客上 有一个网民 就发了一个帖子 上面题目是 中央政治局 九常委 然后那个九呢 他是用一个 就是说 红色的一个 恩 特别标注出来 但是他在 图片下面呢 就是 就列了八个人的 这个名图片 独独的就少了 周永康 然后呢 就当时的时候 那时间是在 09年的4月份 当时就有网友问 怎么少了一位 难道是死了吗 然后呢 这个 就我们博客的 这个博主呢 就回复说 请大家敬请期待 而现在呢 就是说 这一线呢 就是说 据他当初的 就是现在看起来 他当初的 这个 贴子 是意味深长 这可能也是 某种程度上 也是天意吧 好的 谢谢 好的 谢谢张先生 我们还有观众朋友 在线上 我们一会儿再接听 观众朋友的电话 我们刚才这个 几位观众呢 提了很多的这个问题 我想请现场嘉宾的 其中回应一下 同时呢 我也有一个问题的话呢 其实我们在开篇的时候 就已经提到了 其实在 温家宝在过去几年的 一致一再谈正改 其实他提出了 普世的 他在谈这个普世的价值 在谈三权分立 那么两会 这个记者会上的时候呢 他又提出了 就是说 要不改革 不进行改革的话呢 就会 已经取得成果 就会丧失 而且会恢复到 文革时候的 这个 这个复辟的 这个可能性 那么 似乎呢 有分析解读说呢 就是在此次 人民日报的 这个正改的 通篇的言论的话呢 与温家宝所提出的 这个正改的 并不相同 这个含义迥义 那么就是说 这个是不是代表了 中共高层的 权斗的一个翻版 或者是一个 权斗的升级的 一个表现 那么在这里边 主管理 这个宣传的李长春 在其中扮演 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针对刚才 观众朋友 所提出的问题 同时我有这样的问题 请你接 这个刚才 北京有问题 先生讲的 这个 我觉得他讲得过了 他讲这个 这个民国以来啊 这个最能力最差的 这个是 总理是温家宝 他不要忘了 这之前还有个礼鹏 那是这个 是臭名昭著的 据说有三个人 丢了护照去德国 然后有个小笑话 说这个帕瓦洛迪 说丢了护照 那唱首歌 人家就认为 他是帕瓦洛迪 就让他过了 结果那个 马拉多拉 说是丢了护照 结果说他会 踢足球 提了就过了 结果李鹏丢了护照 到边境呢 你要说你会什么 李鹏抓耳子 然后他说 哎呀我是中国总理 我护照丢了 但是我什么也不会啊 这怎么办呢 你要说 你什么都不会 那你就是中国总理 可过去吧 所以说这个是 臭名昭著的 这个无人 虽然是个笑话 所以说用这个 这个来说 温家宝这么问 这个是话语量够了 但是我必须指出的是 人民日报的 这个整版文章 就是针对 温家宝的一个叫板 因为很显然 温家宝谈正感 是谈前瞻性 谈未来 必须要做什么 将要做什么 而这个东西谈正感 是谈了过去三十多年 所以已经做了什么 就是你比如他谈到最后 他就表示 这个经济取了 这么大的朋友 意思就是说 这个制度很好 不需要再改了 然后他又谈到 这个当时有一个 接这个文章之后 《环球时报》的一个主编 胡锡进就呼应 他说启动政治改革 是个伪命题 他说因为过去三十多年 一直在搞政治体制改革 说这就是对温家宝的 语言的一个反 这个完全的一个 叫板和顶状 就这个极左头目 这是呼应极左头目 还有一个极左头目 是《环球时报》的 这个张维未 他说不要搞政治浪漫主义 他说不要这个 往西方去这个 去模仿 但是温家宝谈正感 内容是谈的是什么 三权分立 谈的是这个普世价值 谈的就是这个 真正的政治改革 触动领导制度的改革 但这篇文章通篇不触及 这本来就是 对温家宝的一个叫板 这是十八大之前 中共党内各派 争相对十八大 做出定调的 这么一个权力斗争 愈演愈烈 这背后就是 江泽民体系的 新四人帮里面的 宣传干将 李长春所主导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这里边的文章 特别强调十六大以来 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他又说过去三十多年 这条政改 但想到尤其十六大以来 十六大是江泽民主导的 那么他说十六大以来 那十六大之前 我刚才觉得 十五大他不提 他不提那个 乔石 李瑞环他们所的功劳 这个乔石提出的 依法治国 他更不提以前 赵紫阳胡耀邦 所主导的十二大 十三大 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 启动政改 什么党政分开 什么政气分开 他完全不提 说这篇文章 充满了江系味道 充满了新四人帮道味道 李昌春是对 这个温家宝叫办的 这是一个 另外我再跳走 回答另外一个 这个大陆讲的一个问题 就是不是 加拿大一个先生讲的 政改概念的问题 确实这篇文章 讲政改概念的时候 不仅跟温家宝不一样 跟我们所讲的 政改概念不一样 我们看这个 人民日报的整版 讲政改的时候 是不仅偷换了政改的概念 而且是混淆了政改的内容 它是歪弹政改 反弹政改 古人有反弹琵 现在有人反弹政改 所以这是无其不由 而且它最后 我们看到谈的政改内容 很多是无关 比如谈什么听证会 什么公务员制度 什么三维 什么经济发展 跟政治制度毫无关系 所以这样的一个谈法 是假政改 伪政改 无外乎就是说 现在的制度好得不得了 不需要再改了 而且这篇文章通篇不说 十八大以后怎么办 将来怎么办 这就说明到此为止了 就是已经很好了 所以这篇文章 应该说是彻头彻尾的 对现实的一个反动 我想我作为中国人 我们都很知道 中共统治就靠两杆 笔杆子和枪杆子 一个是撒谎 一个是暴力 那么除了军队是对外以外 那么我们看到 实际上这么多年来 两杆子这个维稳 对着老百姓使用 这个铁拳这个打压 那么周永康最近 当然受到重创 那么其实我们看 如果真要政改 马上针对的就是周永康 这个体系 所谓的政法委 他们才是践踏 这个法制建设 这个破坏宪法 破坏法律实施 这个有无数的这个证明了 对不对 大家都是 都是已经很明确 那么另外一杆子就是笔杆子 这就是人民日报 所谓代表的 那么当然是李庄生 这个控制之下 所以我觉得回顾最近一段时间 温家宝老是在国内国外就喊政改 那么现在出了这样一篇文章 那么这篇文章绝不是 这个温家宝所代表的 这一部分人要出的东西 因为相反嘛 那么他自然也就是反对着出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在高层 在中共内部 那么要不要政改 要不要做这个外界所期待的政改 可能是斗争的非常 这个集中的一个焦点 因为就涉及到利益的问题 涉及到有些人生涯性命的问题 因为真要按法治的话 那么周永康这么很多人 这种犯下的对老百姓的这种 这种罪责肯定是难逃的了 好的 好 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 热点互动的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人民日报歪谈正改 叫板温家宝 那么究竟是在叫板温家宝 还是温家宝最后的胜利 我们想听听观众朋友 您的看法 我们广告之后继续讨论 不要走开 好 观众朋友 欢迎您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 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人民日报歪谈正改 叫板温家宝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46-519-2879 参与讨论或发表您的见解 我们再接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首先是曼哈顿的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主持嘉宾大家好 你好 我这个看法是矛盾论 一向是中共江湖的把戏 任何事情20%外表像是好的 80%的理智是坏的 我举个例子 GDP Functional leverage 它与钢杆是成对比的 但是它这个钢杆的理智 就是用党固民穷的政策 这个暴力贪腐的手段来争取的 对中共这个体制 像一座溶解中的原子炉 是根本无法救药的 唯有活埋才是上策 这个追求自善 才是新生命的力量 谢谢 好 谢谢王先生 我们再接位辽宁的黄先生 黄先生您好 你好 您好 您请讲 是 黄先生 不过是中国办法需要 中国直接制度 不需要二百一的政策制度 不需要打改 一个小改就可以了 好 谢谢黄先生 我们再接位加拿大的马先生 马先生您好 我又拿过来说两句 就是说刚才程黄先生讲的 就是说这篇文章 因为它是从十六大开始 其实温家宝一直在今年的 两会上都是强调的 要从十一店三中全会 也就是从十一大 从十二大开始 所以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另外我还是觉得 大家要准备好 还是要搞茉莉华革命 我看没办法的 要是他们自动去改革的话 那就是好像是有点悖论的 就好像说 掃除不到 灰尘照例 照例不可 不会自动跑掉 这个好像是不符合客观的 自然规律的 还是要用外界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是这么想 再见 好的 谢谢马先生 我们集中针对 刚才观众朋友提出的问题 集中回应一下 同时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篇 这个人民日报的一些文章里面 他提出了中国政改 绝不照搬西方的模式 那么针对这样的问题 您有什么样的一个解读 相信 这个不照搬西方模式 说这句话 绝不照搬西方模式 中共那边反复重复 中共的舆论喉舌 这就好像一个人反复重复 我绝不谈婚论嫁一样 这是非常奇怪的 一方面反映了一种 不可言说的一种欲望 但是另一方面又反映了 一个死要面子的一个虚伪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篇文章 在举例的时候就录了马脚 他举这个农村搞了一个监委会 他又举了一个听证 国家政议就搞了一个听证会 一个监委会 一个听证会 这两项东西都是监督 都是西方的概念和功能 他说不搞西方的 他正在用西方的东西 这是一个 再一个共产党念的那本脑筋 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来的 只不过说那不是 那是西方的糟粕 西方没有一个国家 在外面去用那套理论 最多当成一个学说 但是中共今天仅仅抱着不放 他在说反对西方的时候 他正在用西方的东西 另外一个极左头目张维卫 就在环球之报说文章 说什么 不要西方模式 他说个理由 他西方民主模式 他西方民主 在300万人口的蒙古 和500万人口的吉尔基斯坦 都不能成功 他怎么可以在13亿人口的中国 可以成功 他这么有两个悖论 一个是 民主在大多数的国家成功 他不举 他专门举民主 还有困难的一些国家 他去举一两个 第二个 他举人口少的国家 他去举 但人口多的他不举 比如2300万人 台湾民主成功他不举 700万人口的香港 那么弹丸之地 他不举 半民主半自由 还有10亿人口的印度 他不举 说这些谬论 都反映他一个病态的心理 说自己还没有民主 就去说民主的种种坏处 就好像 这个张维伟 就好像一个单身案 结果还没有结婚 他就说人家结了婚 种种的不好 从来没结过婚 他就说人家成立家庭 有种种种种的不好 但是自己可能心里 羡慕得要死 说中共说穿了 不是他不要西方的民主 而是他不要这样的民主制度 博多他的利益 因为他们 你看他们那个公共 他们是在谈三公经费的时候 他们不能公布官员财产 甚至他们人民日报上公开说 公布官员财产 还至少需要十年 这么复杂吗 需要十年 那说明什么呢 他们需要十年 从容不迫的转移资产 再侵吞资产 侵吞完毕 转移完毕 等我干干净净的 成了裸官 敬官 敬身出家 你们再去公布吧 所以这个事情很明显 是一个利益问题 而不是一个什么制度问题 对 其实中共现在 说是共产党 其实这些人 就是抱着共产党的 这么一个招牌 实际上是一个利益集团 这种所谓的民主制度的话 这些人所有当官的是 要被监督的 你任何一分钱 花得不当的话 就要被弹劾的 那就可能下台的 那么这对于 中共的官员来说 那简直是天大的灾难 所以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觉得 你从一个社会来讲 你不管说 这一部分人想怎么样 或者拒绝 或者怎么样 但是整个社会的潮流 老百姓现在 你不管你怎么封锁 但是国外的情况 大家也慢慢 也就是知道了 你再去像以前一样 封闭这个状态下去 对老百姓欺骗这样那样 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 他就是要强力的来维持 那么这样的走的结果 我们现在看到了 中共内部也是有相当的人 是要来改变这种状态 因为不改 可能就面临到老百姓 真的就可能来 就会暴动了 那么这样的话 这种激烈的方式 对于当政来讲 其实是极其危险的 那么你改了 他很可能就可以 可以把这个压力 就可以慢慢卸掉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想改革的人 是出于维护中共的利益 还是说真的说 从自身的安全 从社会的安全考虑 如果说真的 踏踏实实的来改变 顺应民意的改变 他的执政的这种方式 甚至执政的这种体制 那么他应该说 对老百姓都是有益的 但是如果说 像这篇文章讲了 已经改了这个样子 好像改得很好了 那也就是彻底否定了 说改革的必要的话 那么很可能等待了 就像有些观众已经讲到 可能要茉莉花革命 甚至于其他的方式 但是我想啊 不管怎么样 很多事情 可能不宜人的意志为转意 那当然其中 谁要做好事 谁要做坏事 那也是自己决定 好的 我们再接一下 观众朋友的电话 美国的包女士 包女士你好 你好 你好 我们与其是猜中共要不要改 我们可不可以做一点事情 就是说我觉得中共的官员 好像他们并不知道 什么叫做礼益廉耻 所以我们给他一个时间表 如果在9月9号之前 他还没有具体的方案出来 要怎么样改的话 我想大家也不需要走向街头 每一家都可以挂起一个牌子 上面可以写 礼益廉耻 有酒中国魂 如果到10月 他还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做好 在10月10号的时候 大家再挂一个牌子 叫做国之四维 聘双使 到11月11号 中共还是在那边搞出特拉 我们可以另外挂一个牌子 叫四维记彰全民用戴 到了12月12号 这个事情还是没有解决 然后嘛 薄熙来也没有处理 中阳康还是逍遥法外 我们最后一个牌子 要挂的是洛家辉总统 因为洛家辉在美国 今年选总统也许 已经来不及了 不过只要 洛家辉只要在中国一天 就是中共最大的威胁 唯一让洛家辉留在中国的 好 谢谢包女士 我们明白您的意思了 非常感谢 我们再接一个观众朋友电话 加拿大的何先生 何先生您好 您好 我认为中共政权 现在是内外交困 走投无路 历史上每当中共遇到危机时 都会抛出改革的论调 这次人民预报 所谓的政改 仍然是换汤不换药 故技重演 妄图再一次欺骗中国人民 俗话说 听其言观其行 对这次人民预报的谎言 听都不能听 更不用观其行了 2012年是真相大白的一年 对于胡威来讲 他们也面临的是救党 还是救国的选择 救党死路一条 救国必须抛弃中共 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走 无论血债派怎么表演 胡温必须做出选择 不要自欺欺人 更不要掩耳斗铃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何先生 我们再接一位 加拿大的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你好 我敬王 就这样跟您打个电话 跟您讲一下 我台湾来了 向来来讲 我没有任何的意向 说是 我绝对绝对是中国人 但是我要讲 从我小时候 共产党叫做匪 我越看越像匪 它跟人民毫无关系 它是既得利益的 国民党我一点不喜欢 可是国民党不是 从别人手上抢权 它是为人民 它后来也没有怎么样 一回事 但是共产党是打的 为人民的旗号 抢了人民的权 然后它做得比国民党还糟糕 它哪是共产党 它共匪 我现在还叫它共匪 千万要记得一件事 他们讲的维稳 是维护他们权利的稳 不是中国人民权利的稳 两回事 大家寄予厚望 说在十月几号之前 再给它一点机会 不用骗自己了 一点机会没有 它是人民做对的 寄予厚望的人 你问问自己良心 共产党只有一件事 是让我绝对相信的 它就是从头到尾 欺骗人民的党 它从来不讲实话 它欺骗历史 欺骗人民 它希望大家集体把这个过去 它做的 不管是六四也好 文化大革命 对中国人的耻辱也好 它希望大家在下一代 再割下一代全都忘掉最好 这就是他们的耻辱 谢谢 好 谢谢加拿大王先生 我们最后再接位 观众朋友的电话 时间非常有限 纽约的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您有一分钟的时间 纽约的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您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正在讲国语 您请快速表达意见 您还有半分钟的时间 好 没问题 好 谢谢 好 我们请 刚才很多观众朋友 打了电话 我们请现场的嘉宾 回应一下 同时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文章中 人民日报整版文章中 他提出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是一个土顾纳心的生命题 要积极稳妥推进 政治体制改革 必须坚持这个党的领导 坚持人民当下做主 坚持依法三者的统一 绝不照搬西方模式 那么我不知道 两位有什么样的一个解读 他这番话 是一个结论性的口气 他试图用这番话 给十八大定调 他讲了一个三统一 他说坚持党的领导 和人民当家做主来统一 这就是一对矛盾题 你一方面坚持党的领导 一方面要人民当家做主 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 为什么呢 如果人民提出 我不要党的 人民当家做主 说我不要党的领导 怎么办 那他能够当家做主吗 同样道理 如果共产党 他这个说 我不让出领导权 怎么办 人民能当家做主吗 说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 根本不成立 依法治国 我们刚才讲了 共产党从来没法治国 而且最重要的时候 他这三句话之后 他还有最后一句话 他说绝不招办西方政治模式 他只有这样 才能不断收获新的民族自信 我们想一想 今天的中共官员外逃 商人外逃 官商卷款外逃 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纷纷要移民国外 而给西方 中国人给西方 尤其西方国家 构成了巨大的移民潮 在这样的情况下 居然刺谈所谓的民族自信 这完全是自我讽刺 自我作践 自打耳光 而且中共在说 绝不照办西方模式的时候 他们的子女都去了西方 他们的家属都去西方 他们外出花三公费都在西方 然后他们拿的护照 也都是西方的 所以任何一个中共官员 被发现揪出来的时候 都是基本护照 都是西方的 所以中共官员是 嘴上在脚 不照办西方模式 但脚底下抹猪油 随时准备照办西方模式 这就是他的一个 人格分裂的一个体现 其实我觉得 中国社会中的什么问题 如果我们去研究深究的话 根源都在中共 就像一个社会出现道德问题 不管你什么样的问题 实际上都是当政者 我们说上梁不正下梁才歪的 那么一个执政者的道德 他在决定社会的风气的 所以说中国现在社会问题的政界 其实都是中共 那么中共本身 我们当然今天的时间短暴谈 那么和中国人 这个长期的历史的文化 是相背离的 所以说中共才是中国社会的 一个独流 所以说他这个说 一定不能照办西方 实际上他已经看到了 如果把西方的那种 人类社会已经证明 行政有效的监督 这个政权的这种制度 拿进来的话 中共就一天也不能存在 他这个集团 他立即就会被人民所做抛弃 所以说他一再强调这个 但是他今天谈到政改 他很可能也不可避免的 让老百姓就再来 证实这件事情 也来看一看 中共有没有改革的可能 中共内部的人 有没有改革的这种 这个心愿和勇气 对于周永康这样 这个践踏法律 长期对中国老百姓 实行这种铁拳统治的 这样一个体系 能不能继续容忍下去 像人民日报这样的系列 那么这样的 对老百姓的这种 连篇谎话 欺骗的这种 所谓的喉舌 还允不允许它继续下去 那么这些问题 都摆到桌面上来了 所以我想 他即使是想欺骗老百姓 想用谎言来掩盖一切 但是问题摆的 他可能也是掩盖不住的 刚才有观众朋友提到了 就是汪洋的改革 那么就是说 最近有一个 汪洋的改革的一个说法 那么也有分析解读 因为汪洋是作为团派大员了 也认为他在广东 是实行着温家宝和胡锦涛 所提出的改革 在试水究竟是不是这样 那么两位怎么样的解读 同时围绕综合 我们再扣提一下最后 如果说真的是 这里边是凸显了 中共高层激斗的话 那么未来改革究竟如何发展 改革派和强硬派 在未来究竟如何走向 怎么样的发展 我想听听两个的意见 每个人一分钟的时间 我想对汪洋来说 他是这个地方派的 比较开明的一个地方派 因为广东模式跟重庆 模式的较量可以看出 重庆是靠那种唱红 靠高压 而广东模式是靠妥协 靠商量 所以汪洋的言论不是孤立的 他在高层是有背景的 至少温家宝是他的这么一个背景 所以汪洋温家宝 这样一条线索的声音 应该说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 之后还有一点积极的层面 这是一个 另外中共由于高层权力斗争 力量对比不知随死随核 这么一个情况下 人民确实不应该把 所谓政改变革的希望 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而应该民间的呼声更大 民间的压力更大 我原来说我该搞 接受抗争 搞接受抗争 该搞革命 搞革命 该搞网络革命 搞网络革命 因为只有人民的压力 才能促进统治者 去所谓的稍微收敛 但你不要指望他改正 而最终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还是中国老百姓本身 对我想刚才提到汪洋的那些言论 其实你在自由社会里面 这都是最普通 最普世的一个价值 谁都知道 这个幸福是自己创造的 绝不是政府和某一个政党 所赐予的 如果说以信仰的角度 那个上帝赐予的权利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毫不奇怪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 中共这个体制之下 一个官员讲了一个 一般人的良心话 就会认为是一个 非常不容的一件事情 可见这个体系 这么一个中共的统治 对人性的抹杀 是多么的严重 所以我觉得刚才 我非常同意呈现的意见 就是说你不要指代着 中共某些人真的能做什么 因为体系决定了 很多人可能就真的很难以 有所作为 但是我们想 该做好事只管去做 好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 有时间关系 就只能进到这里了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是 人民日报歪谈正改 叫板温家宝 无论是改革派在胜利 还是强硬派在这里作祟 究竟最后如何的发展 那么我想人民所期待的 真正的正改是否出现 我们也将拭目以待 好 非常感谢 今天现场两位嘉宾的点评分析 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也有 还有观众朋友在线上 我们无法接听的电话 希望下回您早些打来 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谢谢您的观众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